《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新一年祝大家新年新氣象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本港這一兩天受到潮濕的海洋氣流所影響 所以我們都比較大霧一點 今天下午在中環望出去維多利亞港 夢茶茶一片 遠一點的九龍東基本上都是看不到的 至於氣溫方面 由於今早大霧的關係 各區氣溫比較平均 基本上都是大約在17至19度左右 下午由於東邊仍然受到大霧所影響 所以氣溫沒甚麼升 市區尖沙咀我們大約6至20度 而新界西邊譬如赤立角和樓宏山 由於受到少許陽光的關係 所以下午的溫度上升到25度或以上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看到在香港附近基本上都受到幾多雲的影響 但是看到這個衛星相最後幾張 即是說今天下午 在香港以西的地方雲層開始轉薄 故此我們今天下午 部分地方是看到陽光的 至於未來那幾天的天氣會如何 看看預報圖 我們預計現在影響華南沿岸地區的潮濕海洋氣流 將會在星期三和星期四持續著 所以我們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氣都會有霧 而去到星期五 幾度一度高壓積將會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星期五的天氣將會變得比較大風 以及有幾陣雨 而去到星期六 這個東風將會有所減弱 希望星期六的天氣會變得光亮一些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的 多雲和有霧 晚間會有一兩陣雨 明天日間是暴映時間天色明朗 溫度方面是介乎19至22度 吹的會是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四會是幾和暖的 但是潮濕有霧 星期五剛才說過 會是比較大風 還有會有一兩陣雨 今晚的天氣講到此為止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